林墨宇装得一无所知 不管三组问什么 总而言之 大盗同寿丹 别想再要回去 不过当林墨宇旁敲侧击 问起大盗同寿丹的用处时 三组也是闭口不答 只字不漏 林墨宇不在乎 你不说就不说 我回头去问陆风瑶 他肯定会告诉我 大小狐狸又聊了一阵后 林墨宇才离开 林墨宇回到自己的院子不久 陆风瑶就已经找了过来 和陆风瑶一起过来的 还有先连圣女 陆风瑶会过来 林墨宇并不意外 可是先连圣女一起来 倒是出乎了林墨宇的意料 陆风瑶上下打量着林墨宇 嗯 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林墨宇脸上挂着笑意 嘴巴上拍着马屁 多亏了风瑶姐给的丹药 我才能恢复这么快 陆风瑶有些奇怪 当时不是没用吗 林墨宇道 可能是因为我的伤势比较复杂 所以丹药起效时间有些慢 后面三组为我治疗时 丹药才发挥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丹药 我恢复得不可能这么快 陆风瑶似乎相信了林墨宇的话 想来也是 大盗铜兽丹 是三组亲手练制出来的神丹 效果非常好 只要有一口气都能救回来 只可惜 这丹药太难练制了 主要是材料难寻 三组这么久 也只243练制了几颗而已 林墨宇附和着 如此好的丹药自然难练 除了智商 它应该还有别的用处吧 从陆风瑶的言语中 林墨宇已经知道 大盗铜兽丹的最大作用 就是智商 不过光是智商 不至于珍贵到如此地步 并且从丹药名字来看 似乎也会有别的作用 陆风瑶道 除了智商 大盗铜兽丹 还可以延长寿元 一颗可以延长万年 林墨宇尼南道 难怪叫大盗铜兽丹 原来还有延长寿元之用 当真是神奇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大盗铜兽丹这么珍贵 不仅可以智商 还可以延长寿元 而且是足足一万年 难怪敢叫这个名字 一旁的先连 圣女应是知道 大盗铜兽丹的作用 并没有惊讶之类的反应 见到林墨宇安然无恙 陆风瑶算是彻底放心下来 陆风瑶道 你既然已经没事了 三日后的聚会 要不要一起参加 林墨宇奇怪道 不是刚开过天交大会吗 陆风瑶道 天交大会那是劳族组织 我说的聚会 是我们这些人私下组织的 参与人数不会这么多 也就十来个人吧 十来个人 林墨宇估计就是 此次天交大会中 排名前十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陆风商会和九大顶尖势力的 当代传人 再往深处想 这是场属于未来人族高层的聚会 林墨宇瞬间想了个清楚 我应该没有资格参加吧 陆风瑶眼睛一瞪 有没有资格 本小姐说了算 大小姐脾气一上来 在商城里 除了三组 谁敢忤逆他 这是仙怜圣女说道 我们这几人是私下聚会 其实没有什么讲究 而且我们这次也不只是聚会 之后还有一件事 林墨宇听出了仙怜圣女的弦外之音 聚会之后的事 才是重头戏 林墨宇不着急问 等他们说下去 陆风瑶道 聚会之后 我们要去一个本园秘藏 不过名额有限 那个本园秘藏 只能进去六人 我们聚会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挑出哪六个人进去 林墨宇有些疑惑 如果按天交大会的排名 排在前六的天交 获得进入名额的可能性最大 可是看陆风瑶的样子 好像他也可以进去 陆风瑶感受到了林墨宇的目光 不由瞪了他一眼 怎么 小弟是觉得 姐姐没资格进去 林墨宇立即道 怎么会 风瑶姐自然有资格 先连圣女解释道 这个本园秘藏 是陆风商会的 林墨宇明白了 陆风商会的本园秘藏 陆风瑶作为陆风商会的大小间 自然有进去的资格 陆风瑶道 其实也不能算是我们商会的 商会只是代为管理 其实本园秘藏 是我们共同所有 陆风瑶口中的我们 指的就是陆风商会 和九大顶尖势力 目前这十方 就是人族最强的十方势力 林墨宇目光中带着思索 这么说来 这个本园秘藏存在时间 已经挺久了 可是这似乎不关我事啊 我又没资格进去 陆风瑶道 这就是要和你说的事 我们打算 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你 林墨宇压了一声 一副很是意外的模样 先连圣女道 这个本园秘藏 我们确实探索了很多次 不过收获并不算大 此次图神宗之行 林道友的能力 让我们几个无比钦佩 自敢远不如林道友 所以我们几个商量下来 想将其中一个名额给林道友 或许有林道友同行 我们能收获更多 先连圣女没有弯弯绕 把来一说得清清楚楚 他们几个商量的 就是陆风瑶 先连圣女 东方无问 以及天幻圣子 本次天交大会的前三名 都表示没问题 陆风瑶也表示没问题 六个名额中 他们四人基本已经确定 若是再给林墨宇一个名额 最终将只剩一个名额 而且林墨宇要挤掉一个人才行 林墨宇问道 我这边倒是问题不大 可是那个本身获得名额的人 陆风瑶挥了挥手 打断了林墨宇的话 他十分豪气 给他足够的补偿就行了 话里的前台词就是 本小姐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林墨宇哑然失笑 这简直就是抢买抢卖啊 对方好歹是天交 是当代圣子 这么做 真的好吗 先连圣女道 林道友答应了便好 后续的事 我们会处理 陆风瑶道 聚会在十天后进行 小弟你就在这里好好养伤 别到外面瞎溜达 到师姐姐来接你 两人一唱一和 根本不给林墨宇拒绝的机会 在二人走后 林墨宇自言自语着 这简直是霸王硬上弓啊 根本不管我愿不愿意去 那些老祖们没兴趣的本源密藏 又被几方势力共同掌管 估计是当成对天交们的历练场所了 危险性应该不大 估计老祖们十有八九已经去看过 既然如此 去看看也无妨 他开始整理思索在图神宗里得到的资料 资料里有未来前进的方向 有些准备 现在就可以做起来 比如灵魂 他的灵魂已经是道尊三境 已经拥有了凝聚道文的资格 史前的修炼者 在道尊境前的修炼法 与现在并无太大区别 走的路也基本一样 哪怕有一些微小区别 但对整个修炼之路也没有影响 可在道尊境之后 史前的修炼之法和如今的修炼之法 变成了两条几乎不相交的道路 除了境界上的称呼相同外 彼此间却有着本质区别 最终他确定 史前的修炼之法 才是真正通往大道的路 史前的修炼之法 每一步都与大道有关 更对得起道尊这个称号 道尊这个词 并非大道里的至尊 在当时的修炼者眼中 道尊这个境界 一直追求大道之人中的至尊 在无数追求大道的修炼者中 道尊境是至高的境界 再向上一步 就是大道境 大道境指的是已经求得大道 已然得到 真正进入大道的那些存在 与道尊境相比 又是另一种层次 在明白了道尊境的含义后 林末语终于明白 哪条路才是正确的 现如今的修炼体系中 道尊境每提升一个境界 与大道之间的联系 并不是十分严密 大道真身 可以算彼此间最紧密的联系了 至于道文 它确实存在着 可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道文更多的是一种象征 象征着境界的高低 然而史前的修炼之法里 道文是修炼者与大道之间 最为紧密的联系 为什么会产生道文 那是大道对修炼者的认可 在修炼者在追求道路上的标志 修炼者应该领悟道文 能过道文去感悟大道 最终融入大道 突破道尊 步入道尊境 两条路 在林末语看来 利用道文的修炼之法 就像是一条康庄大道 能直达大道 而如今的修炼之法 走到尽头 就会发现 自己距离大道 还隔着一座火海 这座火海 也不是不能渡过 只是渡过之后 会遍体鳞伤 损坏根基 最终虽然能步入大道境 却在大道境里 寸步难行 幸好 这条走歪的路 还能绕回来 只不过那些老祖们 时日无多 已经没有时间 再让他们去绕了 他们能选的 只有跳过去 或者原地等死 活得越久 就越不想死 林末语相信 那些老祖们 肯定会选择跳过去 他们或许会幻想 只要进入了大道境 获得了永生 别的都是小事 他们并不清楚 永生并非真正的永远不死 林末语内心 对三祖是有感激的 这次图神宗之行 让自己知道了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从一开始 就不至于走错 他也知道了 为什么自己的灵魂 步入道尊敬后 会产生一个道文 那是大道对自己的认可 可惜 当时自己并不知道 如何去利用这个道文 幸好 现在也不晚 他的真实境界 还没到道尊 他的路 其实还没开始 现在要做的 就是为将来的路 做好准备 准备得越充分 将来的路也就越宽阔 史前的许多修炼者 还在天尊敬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做准备了 林末语仔细思考着 自己未来的路 口中喃喃自语 领悟大道 凝聚道文 道文互相融合 勾连 强化 同等境界中 道文数量多寡 虽然不是决定战力的绝对因素 不过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之图神宗的扫地弟子 只有一枚道文 外门弟子两枚 内门弟子三枚 而清传弟子 则能达到四枚 哪怕仅有一枚道文 外门弟子的战力 都堪比如今的一些天骄 道尊一境 最弱者可凝聚一枚道文 最强者可凝聚六枚道文 相差足有数倍 而且随着境界提升 道文的差距 还会呈倍数放大 境界越高 二者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说到这里 林末语嘴角忽然露出些许微笑 六枚道文确实很强 不过六枚道文 就是最强了吗 恐怕也是未必 大道没有尽头 所谓最强 并非大道之极限 而是人力之极限 林末语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打破这个极限 不过他会去尝试 或许有机会打破极限 他从不会固步自封 别人的最多能到六枚 他偏不信 几千年的路 林末语明白了一个道理 自己的路 与别人都不相同 林末语想明白后 开始去领悟大道 凝聚道文 曾经对大道的感悟 一一开始汇聚 首先是领悟最深的 不死大道 作为自己的本命大道 林末语对其领悟 要远超其他大道 自己的许多数法 也与其有关 求仙花不死大道 是林末语根本所在 地位无可动摇 大量对不死大道的感悟 分之踏来 不是新的感悟 而是之前 获得的那些大道治理 这些治理都属虚幻 看不见摸不着 不过在灵魂眼中 即便虚幻 也是真实存在 虚实之间的变化 谁也说不清 只能自己去感悟 灵魂力散发 充斥着整个灵魂世界 林末语将自己 对大道的感悟 汇聚到一起 以灵魂力为载体 进行融合 逐渐地 一枚虚幻的道纹 缓缓浮现 首先出现的是道纹的轮廓 林末语见状心中威胁 似乎 也没想得那么难吗 他这个念头刚起来 忽然院外 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院中的阵法轰鸣 打断了他的感悟 林末语惊醒过来 看到陆风尧正站在院外 开启院门 林末语奇怪道 风尧姐 怎么又回来了 陆风尧白了他一眼 十天到了 我来接你 林末语愣了一下 脱口而出 十天到了 陆风尧美好气道 不然呢 林末语这才意识到 自己凝聚道纹 忘了时间 凝聚道纹真的费时 连轮廓还没有形成 十天就这么过去了 陆风尧上下打量林末语 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林末语此刻气息完好 已经看不出有受伤的模样 他厚着脸皮道 多亏了风尧姐 给的大道同寿丹 陆风尧拍了下她的肩膀 别拍怪屁了 对本小姐无用 快走吧 聚会要开始了 林末语点点头 风尧姐带路 陆风尧带着林末语离开了商城 随后她扔出一条非洲 带着林末语前往聚会点 举行聚会的地方 并不是在商城里 而是在商城之外的一座小镇中 在商城外 有四座小镇 分布于商城四角 如四座小城拱位着商城 每座小镇 距离商城都有一千公里 同样属陆风商会管理 说是小镇 其实比东周里的很多城池 都要庞大 他们此去的那座小镇 里面生活的修炼者 足有三十万 加上修炼者带来的普通人 总人数超过六十万 完全可称得上 是一座中型城池土陆风尧 驾着非洲 越过一千公里 来到小镇边上 小镇名为旭日 位于商城东方 旭日镇同样建有城墙 城墙上有陆风商会的人巡逻 同样布满阵法 在这里 林墨宇感受到了肃杀之气 林墨宇知道 小镇应是建立在本源灵脉之上 并且里面的阵法 也由陆连掌握 一旦有危险降临 旭日镇将是前哨般的存在 是商城整个防御体系的中第一环 商城中的强者 可以通过本源灵脉 顺移而来进行支援 让战斗发生在外界 可令商城远离战场 如此不止没任何问题 商城是陆风商会的大本营 防守再严密 都是应当 陆风摇的非洲 直接飞进旭日镇 作为陆风商会的大小剑 这么点权限自然不成问题 在旭日镇的一角 有座拥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 983精美院落 此次的聚会 就在这里进行 虽然只是私下聚会 不过布置得依旧十分精致 在院子中央 有一方清澈小湖 湖上建有蜿蜒小道 连通着一大一小 一主一副两座关湖亭 关湖亭相隔数十米 之间又有长廊相连 陆风摇带着林墨宇 穿过蜿蜒小径 前往关湖亭 远远的 林墨宇见到了几个老熟人 先连圣女 东方无问 天唤圣子 都在这里 除此之外 还有来自七星圣地的彩霞圣女 她在天交大会里 获得了第五名 还有寒水圣地的圣女 古碧川 她在天交大会中 获得了第六名 林墨宇略有奇怪 第四名王天灵 为何不在 陆风摇道 那家伙不喜欢参加这种事 已经走了 王天灵给林墨宇的印象 就是低调 无言 话十分少 对周遭的事 她默不关心 同样也不是很在意树英得失 林墨宇感觉 天交大会对王天灵来说 只是一个过场 名次胜负 压根就不怎么重要 所以 这次她不来私下的聚会 对那个本源密藏不感兴趣 也属正常 或许 这就是她的道吧 林墨宇感觉 王天灵有着自己的道 不为外物所获得到 正是因为王天灵走了 古碧川才被邀请 参与这次聚会 否则 以她第六名的成绩 并没有资格 几位天交 已经在主庭中坐落 副庭中 坐着的 则是几位天交的跟班 林墨宇跟在陆风摇身侧 那模样 和参加天交大会时一样 林墨宇打趣道 风摇姐 我感觉 好像我们又去参加天交大会了 陆风摇轻笑一声 这次你可是主角 不过古碧川和彩霞圣女 可能会对你有些许意见 你要注意 她把情况和林墨宇说了一遍 之前 她与先连圣女 东方无问 以及天幻圣子商量名额之事时 还不知道王天灵不来 当时说着 是要把彩霞圣女的名额 让给林墨宇 不过相应的 他们也会付出一些代价 补偿给彩霞圣女 其实就是问彩霞圣女 购买了这个名额 只是有些抢买的意思 六个进入本园密藏的名额 除了陆风摇 必占一个外 一般都是由天交大会的前五战局 之前已经说好了 彩霞圣女 也同意把名额让出来 毕竟 她也不想得罪这几位天交 可现在出了意外 王天灵竟然放弃了自己的名额 于是 彩霞圣女的名次 向前提了一位 原本第六名的古碧川 突然拥有了这个名额 于是 彩霞圣女就有些不愿意了 她觉得 应该是把古碧川的名额 让出来才对 但古碧川性格冰冷 并不愿意让出名额 不管先连圣女几个劝说 她都不让 事情就僵在了那里 林墨宇听完之后 不禁笑道 若是之前 没让古碧川知道 不就没这事了 陆风摇道 没这么简单 名额不是我们定的 是那几个宗门的老祖定下来的 如果有人放弃 那就由后面一人补上 这个名额 很多人盯着的 轻易动不了 林墨宇道 既然动不了 我为什么能进来 陆风摇道 是先连圣女和东方无问 他们动用了关系 请了他们的前辈出面 才说服了 其他几个宗门的前辈 当然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林墨宇感觉到 事情和自己想得不太对 这场对本源密藏的探索 似乎不太寻常 这个本源密藏 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或许里面会有一些秘密存在 林墨宇问道 这个本源密藏里 到底有什么 陆风摇道 一些陈年旧事 等确定你可以进去后 自然就会知道 现在我不方便说 林墨宇道 那我可以选择放弃吗 陆风摇脚步一顿 一对美眸瞪着林墨宇 声音也高了几分 你要放弃 为什么 林墨宇感觉有些怪 为什么陆风摇 突然会这么激动 不过他还是把心里的想法 说了出来 知道的秘密越多 往往死得越快 我还没活够 林墨宇意识到 这次本源密藏之行 并不简单 里面可能会牵涉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应该和几个顶尖势力有关 和陆风商会也有关 虽然他不怕 可有些东西 他不必要去参与 听到林墨宇的回答 陆风摇眼眶忽然变得有些湿润 声音也迅速软柔 如果你真不想去 那就不去了吧 林墨宇感觉陆风摇的语气不对 风摇姐 本源密藏里的秘密 是不是和你有关 陆风摇迟了几秒 随后才轻声道 和我的父亲有关 林墨宇大概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 陆风摇眼中流露出喜色 真的 林墨宇点头 只要能帮上风摇姐 冒点风险 其实也没什么 陆风摇笑着道 谢谢 林墨宇笑道 风摇姐要是这么客气 那就见外了 我们走吧 别让他们久等了 两人行走在蜿蜒水道上 一大一小 一主一副 两府关湖亭 稍小的湖亭中 坐着几人 他们是东方无问 天唤圣子 彩霞圣女 以及古碧川的跟班 先连圣女独来独往 没有跟班 古碧川的跟班 是林墨宇的老熟人 古念水 古念水远远地看着林墨宇过来 眼神中满是复杂情绪 无人能懂 连他自己都不懂 看到林墨宇 几位跟班已经开始疗伤 林墨宇也来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他是风摇仙子的跟班 风摇仙子来了 他自然也要来 虽然他在天娇大会上的表现十分优秀 可毕竟还是天尊敬 不到道尊 就只能当跟班 一会等他过来 我要与他聊聊 将来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代天娇 我觉得也是 他将来的成就 必然很高 三人议论着 唯独古念水没有说话 他感觉 林墨宇不像是跟班 刚才陆风摇好像还有囚于他 陆风摇和林墨宇 走过蜿蜒水道 来到主庭 先连圣女 东方无问 天唤圣子 几乎同时起身 齐刷刷看向陆风摇 仿佛在行注目里 彩霞圣女和古壁川健壮 也随之起身 一起看过去 只是他们两人有些不解 陆风摇虽然是陆风商会的传人 可他们也是顶尖势力的圣女啊 而且 在场几人都是道尊二景 陆风摇才是道尊一景 为什么看样子 他们好像对陆风摇 还有些尊敬 直至陆风摇进了亭子 先连圣女带着笑颜 林道友 风摇妹子 你们终于来了 林墨宇也笑道 多谢几位道友记挂 林某已是无碍 这时 彩霞圣女和古壁川才反应过来 感情他们根本不是因为陆风摇才如此 而是因为林墨林墨宇 到底何德何能 为什么会受到他们的如此对待 当时二人听到 要把自己的名额度让给林墨宇的时候 二人都是强烈反对 十三十分不愿 可惜 他们的话语权并不大 这件事最终做主的 还是宗门长辈 他们是天骄不假 可宗门里的长辈 曾经也是天骄 他们的天骄身份 在面对自己长辈的时候 毫无作用 推翻 之前 两人都有过猜测 林墨宇是不是和陆风摇有什么特别关系 不过现在这种猜测 被彻底先连圣女几人的反应 说明 林墨宇并不是因为和陆风摇有什么关系 才能占得他们的名额 其中必然还有别的原因 两人都不笨 反应也很快 立即和林墨宇招呼 林墨宇也微笑着行李 他依旧以道友相称 在这一刻 林墨宇已经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同辈 不再像之前那么谦虚 几人落座 先连圣女挥起玉壁轻轻在桌上抹过 桌上顿时出现一碗碗精美菜式 一时间香气飘满整座院子 香气中仿佛蕴含着某种大道之力 勾引着每个人的食欲 每一道菜式都是零食 而且是极为高端的零食 天尊敬之下都没有资格吃 吃上一口 不仅无益 反而有害 东方无问笑道 古连圣地的零食 我可是垂涎已久了呀 天幻圣子也笑道 古连圣地的零食 整个南州当属第一 今日真要好好品尝一番 陆风瑶也笑道 好久没吃到了 先连姐姐有心了 彩霞圣女和古壁川也知道 古连圣地的零食冠绝天下 只是寻常人根本吃不到 他们也没想到 今日先连圣女竟然准备了零食 显然她很看重此次的聚会 先连圣女笑道 几位道友先吃吧 有什么事 吃完再说 妇庭中 桌上也准备好了美食 只是比起主庭的食物 要差上许多 四人愣愣地看着主庭 有些不敢相信 林墨宇 怎么坐那里了 她有什么资格 可以和天骄同桌儿坐 刚才打招呼时 都是冲着林墨宇去的 难道说 林墨宇的身份很不凡 她明明只是风瑶仙子的跟班 为何会这样 真是奇怪 令人费解 几人充满疑惑 无法解释 古念水美眸流光 林墨宇一次次让她感到吃惊 也一次次把她甩在了身后 曾经她觉得 自己拥有新军传承 以后也必然是一位天骄 在属于她的时代 大放异彩 可是与林墨宇相比 依旧差了好远 而且是越来越远 曾经想与林墨宇争锋的心思 越来越小 近乎熄灭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几人享用着古连圣发的高端零食 连连叫好 这一刻 几位圣子圣女 似乎也没太顾及自己的形象 到了他们这种境界 普通零食早就入不得法眼 口腹之欲早就降到了最低 也只有这种蕴含大道之力的零食 才会勾起他们的食欲 几个边吃边聊 闲着聊自己的所见所闻 逐渐地也熟络了起来 林墨宇能清晰地感受到 彩霞圣女和古壁川 看自己的眼光 不同寻常 带着些许不服 一顿零食吃得尽兴 先连圣女挥手清扫残局 将零食换成了零茶 古连圣地的零食好 零茶自然也不会茶 先连圣女 还特意准备了一些糕点 同时亲自为众人弃茶 林墨宇没啥感觉 另外几人则有点受宠落惊 先连圣女七好茶 对曼悠悠说道 风瑶妹子 有关那处本源密藏的事 你知道的最多 可否与我们说说 陆风瑶道 自然是要说的 可规则你们也知道 只有去的人 才有资格知道 而且 去的人还要立下大道誓言 绝不可对外泄露 显然 这件事很重要 简而言之 无关人等都不配知道 几人的眼神都凝重了几分 尤其是彩霞圣女和古壁川 两人微有色变 按目前的情况看 他们二人中 将有一人无法去 也就没资格知道 虽然知不知道也没什么 不过却关系到颜面 陆风瑶忽然又继续说道 原本大家都是 有资格去的 只不过 此次出了点小意外 我觉得 就算告诉各位也没关系 不过大道誓言还是要发的 这是规矩 各020位 觉得可以吗 陆风瑶的突然转折 让彩霞圣女和古壁川 脸色变得好看 古壁川声音冰冷 规矩自然要遵守 才把圣女道 来前 门中长辈已经说了 彩霞懂的 陆风瑶面露微笑 既然如此 那大家就立誓吧 说着他拿出一块道石 这块道石 比三组那块要小一点 对别人来说 道石难得 可对陆风商会来说 拿出几块不成问题 陆风瑶道 烦请各位跟着我一起立誓 绝对不把有关 此本源密藏的信息透露出去 一点都不行 所有人都沟通道石立下誓言 没有人敢投机取巧 包括林墨宇也是如此 灵魂誓言还能找找漏洞 用到石立下的大道誓言 绝对没有漏洞 就算是道尊久敬的老祖都不行 别说是他了 立誓之时 林墨宇感觉自己 好像直面了一条大道 大道的威压 铺天盖地冲向自己的灵魂 在这种状态下 没人可以说谎 谁都不敢欺骗大道 老老实实立下誓言 陆风瑶确定无误后 将道石收了起来 他打了个响指 亭子中的阵法被激活 将众人笼罩在其中 内外隔绝 他的声音 不会有丝毫传到阵法之外